沒有啊,就看看而已啦 你會去那些嗎? 因為這個還沒有出 這個是新的嗎? 可以講全世界 這是幾瓦的? 160瓦全公布 2000K到20000K 然後呢 九大同小異嘛 沒有 先吃9899 比較高是不是 你是平常帶幾顆燈的? 我平常都用Aperture的燈 沒關係,然後用他們的 但我有在看你們的這種 像是比較spat的那種 像是比較spat的那種 看到嗎? 對啊 然後可以跟我們講 你覺得差在哪裡? 就是這幾個跟Aperture有競爭性的 沒有,我是覺得你們就是比較 外面的這個就是都是很 比較紮實 對,就比較紮實 那紮實對你實際用法上有影響 沒有,航空摧殘過了 沒事沒事 丟出來的紙箱都報廢了 實際使用嗎? 對,實際使用這件事情會有影響嗎? 我自己是 因為我自己是 因為為什麼會選Aperture 應該就是用他們的App 這樣子 主要是軟體 就是很方便 開搭轉 你如果只有一盞燈 那其實用哪一家都沒差 但是你用了五盞燈 那可能就開始有差了 對啊,你每一個就要去那裡轉 你要把它用下來 然後在那裡轉 然後再拉上去 對啊,那就太慢了 所以如果要轉一堆的時候 可是如果你只要一盞燈 這個是六色的 我知道你們起司還有那個 小小DMX嗎? 就是無限DMX 對啊,可是我們應該不算起司 你們只是東西在他們那邊很多而已 對 因為我們在開發App 目前應該是六、七月 那時候 那時候 就是有Q HDM 就彩色的嗎? 彩色的啊 我現在App還沒有完成 對啊,看一下 看一下 開發中 開發中 我最喜歡你用Aperture的人 來跟我談談你覺得他們的優點 所以你們也不會有人在騎士那邊 對,因為 就他們只是幫你展示這樣而已 就是帶你 喔 因為沒有 好像就很少有展示的地方 因為你像數位小兔那些都不會有 對 所以除了軟體他們比較強之外 軟體 你們買它其實軟體方便還有嗎? 那有它的 配件嗎? 配件是齊全的啊 配件是齊全 但其實你也可以用其他家 我也不是完全都買他們家的 就是 可能Fernel是買他們家的 現在是 其他就可能買其他家 現在就是類似這樣子 對 然後追加的 grouper 你可以 一顆蛋一組 對 然後 等一下 等一下 類似啦 因為這個是測試版而已 嗯 Beta版本 對 對 東西都還沒配上 大概是這樣 大概是這樣 軟體 介面 可是我覺得它其實也有一些部分 我覺得就是也有點 卡卡 對也是有點卡卡 然後就改那個地方 然後比它更好 像它現在沒有六色 我有六色 再來 軟體 它軟體 像是 我還蠻喜歡 Astera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用過它們軟體 反正Astera 它有一個 是 Master slider 就是你可以調整 Master 就是你可以 這一盞燈是50 那一盞燈是30 然後我把那個Master 往下拉 它會保持那個比例 DMX的Master 對對對 就有點像 就有點像那個概念 但是 Aputure就沒有這個東西 它就是要拉 你一個一個拉 沒有你就是 你可以一個一個拉 但是你如果你要拉那個Master 它會全部都變成 跟那個Master一起動 就本來我是50 30 然後結果Master拉到100 然後所有燈都會跑到100 就就 對對對 對 然後我就是要那個比例 它就給我全部都 一比二比三 對對對 對對對 我覺得這個東西 了解了解了解 它有0 它有0 這也不是沒辦法做到 像是Astera就做到 對阿 就是Code怎麼寫而已 對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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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我們現在也是在開阿 這個時候 6月7月才上市 我們現在只是 DEMO一下 大家就 那一盞是彩色的是不是 這兩盞都是彩色的 你這麼會玩 一定要玩 什麼大台的比較好玩 大台的話 這幾瓦大 350瓦 這麼大一支 這個色溫 沒有因為這個比較靜音 喔風扇就比較大這樣 對對對 那你看這2000K 那個RA跟TLCI 都是98 99 這個應該 不多人可以做得到 這個是Green 和Magenda 那HUE呢 蛤 沒有沒有還沒有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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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你大家在Daylight的部分 這還有條Green Green 這個 這個 然後這個HUE在這邊 OK 然後 他們的HUE 沒有辦法 Desaturate到 不同的Kelvin 喔 比較少啦 因為HUE 貴HUE 那個整個 然後這邊都是CIE Mode 喔 對 你可能用其他的方式 對對對 那這單色的模式 嗯 這個就回到這邊 OK 對 所以你可以到 20000K喔 你可以看一下那個 光譜 好啦 HUE應該會比較直觀 這個 這個還是要看數值 20000K 到20000啊 對啊 所以你那個看那個 那我 我自己通常 比較常用到的 可能是比較低的K數 喔喔 就是 沒有這個Range大小 對啊 那最低是可以到2000嗎 2000 對 對 可是它Range跟鞋子都好慘 蠻酷的喔 嗯 有繼續加油啊 可以啊 繼續推廣 可以啊 不知道 因為 也很少 像是出租會看到你們的 好像也沒有 還沒有 對啊 你是網 你是Youtuber有用嗎 也有喔 我咋覺得我看過你的 可能有喔 我都有分享 我可以給你一張影片啊 我可以給你一張影片啊 你會指出來那個 它有色溫問題 就是有優缺點啊 對不對 所以我是看到你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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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弄好以後 我找你再測一下 可以啊 你有想法上 你想直接可以設計出來 我在 我怕設計 對 廠商聽到我的聲音了嗎 我覺得這盞燈 你比較喜歡這個啊 不是我說它 有點太大啊 那個是幾瓦啊 150瓦 就150瓦 150瓦 150瓦 這個都完全一模一樣 就一模一樣 就變小了 對對對 然後就可以帶電視啊 就小很多了 對啊 有啊 我剛剛拿過 48服務 這個應該是比較 Stage Stage 那你前面是可以加 你有 你有 就你已經都加 裡面就Fernel就加進去 那那個Spotlight Attachment 你們有做嗎 Spotlight Attachment 下一個階段才會做 下一個階段 因為那個光學會比較 打配起來 那比較 嗯 那所以我們大概 就先把這些 基本的做完 後面的話 就把它 搭配件就好了 再延伸 對對對 光色是最基本的 所以我們 我們是比較注重光色 選擇必須 那是基本 對對對 基本做好 再繼續延伸 八十幾萬 哈哈哈哈哈哈 是啊 這樣子看起來就 感覺 你們還有那個UV 我覺得那也蠻酷的 這個有啊 這真的 打出來也看不到 對 一光筆我有啊 一光筆圖就可以看到UV 口機可以看那個 這個 劍士科在用的 對 喔 劍士裡面 有UV用的 眼鏡都鋪好了 對對對 這個是真的是 劍士科在用 人家去拍那個 指紋這樣 有時候有那個 不是有那個 人體彩繪 有那個UV的那個 你要先點那個 對阿 就是有那個還蠻酷的 就可以用這個燈來打 可是這個UV的話 就比較 這個是比較危險的UV 對阿 不用啦 不用試打 不用試 我知道 我只是說這個東西還蠻酷的 對阿 就是 看得到 但是 不要照眼睛 照眼睛就 就GG 對阿 旁邊也有這種燈阿 好像 那其實要像蠢的 我們都 都可以 特製化 特製化 可是就沒有 就是 不是這樣消費級 可以買到 可能就是要 特別跟誰訂製 才會有這種燈 對對對 但你們就把它用成 消費級產品 就是到市場上販售 跟我們收入 會跟量有關係 因為特製的話 那個量就比較少 對阿 然後就會很天價這樣 不會啦 我們都很friendly 我們算 便宜了 你要客製 其實也 比較便宜了 你去跟 Averger 跟那個 阿里他們要買 我可以客製一個 我想要弄水底攝影的 喔 都生得出來 對 生得出來 因為我們可以自己做的 水底攝影 你有想法嗎 因為我們在水裡面有 可是我 我看比較多人都是 上面照下來 就是從水上面打下去 然後再用反射 用反射 可是那個是用目鏡管 還是都散光啦 紅色折射 就是你 就是反射的 反光板